健身YouTuber Peter格格涉毒被捕 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是不断否认 强调不知道到底是谁放的 但是最后还是依照毒品罪嫌移送法办 检方复训之后预支5万元交保 Peter格格交保之后就从北院离开了 而面对镜头 他的态度是十分的坦然 没有遮掩也没有快速逃离 不过针对记者询问说 大麻是你的吗 他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 而最后在律师亲友的陪同之下 搭上车子赶紧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